吴京吴角 劇集有种好男人 竟已踏入结局州 这日一众演员齐集宣传 李佳琛、吴韦豪 这个帽子档的配搭相当新鲜 他们两个就说 希望下次可以演情内发展子弟戀 而Ali预告 随着剧中Riko知道生父之迷 剧情会有大进展 来到最后一个星期的剧情 有没有少少可以剧透给我们观众知道 少少先 爆大锅了 整套剧的重点终于都最后一个星期出来了 有些观众知道的 其实角色都未必知道 其实这个星期就会逐一揭晓 给每一个角色知道 就看看之间会有什么默契 或者是有什么事发生 譬如你的亲生爸爸 是不是其实穿了眉了 其实我不知 观众知道的 但是两位主角 全世界都知道 就是两位主角不知道 对了 这套剧是这么反串的 因为你不说而已 OK 酥酥麻麻 记得以后全世界都知道是你 对了 反过来 大家除了关心Ali戏内 最终会不会和马臣有好结果之外 戏外也想知道 Ali和前度是否有复合的机会 事关有传媒指Ali的旧爱 疑似暗中在台下支持Ali出席剧集 在商场举行的宣传活动 你这个前男友 原来他有偷偷地进来的活动 欣赏你 令到大家有很多的揣测 那些是其实某份杂志 拿了一些照片 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提示 我觉得 还有我有一时觉得 其实公司安排 刚好在那个地区 可能是他常常会出没的 其实是公司在营造一个 我们的营莫情侣 可能是 其实是我找他 不是他找我 他还说这可能有些复合的机会 其实真的 是啊 我觉得明了 你做个故事出来 想辣椒一点 其实刚刚人家经过吃个午餐 我看到有节目 然后就这样 可能我相信是这样的 你新一年 会不会都想真的快点有拖泊 其实都会 不是 你说想一定想的 感情 事业越来越好 每个人都会想的 但是就不会刻意 就是随缘 顺其自然 对 至于Yoyo 陈志瑶的八婆仔角色 虽然爱无事生事 但是反而被观众觉得 他演得很可爱 Yoyo也很感谢大家的赞赏 作为对手的黎鶴琴 都被Yoyo的活泊演绎感染到 有些八婆仔 因为十三点 就是很多东西说 然后又以为自己很聪明 但其实很蠢 很傻的 但傻得来他又有点可爱 所以当初我要难捏这个角色 我都要想 怎样可以令到他有趣一点 因为其实这些角色做得不好 就很容易很恨人争 是呀 是呀 所以都 对了 那么有趣 可爱 是吗 多谢 多谢 你是否初初你 你应该是这次才第一次认识Yoyo 是 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 就是在电影里面 真的 所以你见到他演这个八婆仔的时候 你有没有 以为他的人 真是否都是这样的呢 我初初不知道怎么听到 因为我 我很安静 我现场很安静 然后呢 好在他这样八婆仔 然后他不断带我进去 就是说 你不是有一幕 你不是去捉奸吗 是是是 他们就说 喂 其实是不是Yoyo有自身经验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似 真的呀 多谢啊 多谢啊 很多人都说 这个是编剧的功力 我有很多都是跟剧本局的对话 是 还有就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问 是否我本身自己的性格很似 是否真实的性格都是这样的 我也以为是 但是 你也以为是 你也以为是 她的性格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不是的 就是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平时 又未至于好准的 但是一定不是 好像杨菲云那样 就是 呃 就是 这样冲动 就是很多性格 其实跟他都很相反的 有份参演的陈国芳 这日以胡桑录衍生 并不是剧集造型 让他自己解释一下 做什么流桑 是真的啊 是真的 是因为造型 还是什么原因 令你流到这么长 不是 我之前有个 在外面做的 是 很怀旧的feel 是 那我 整一下整一下 流到这场表现 好像再怀旧一点点 有点叮力的feel 哈哈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你先继续 因为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看的 你觉得呢 好看 man 不要说不好看 好man off cam再说 哈哈 好man 但是未来新年 我会不会都 老婆会说 喂 整齊一点 剪短一点 我想是收过来的 你说新年也要剪一剪 不是 我是收过这里 我出门已经剪掉了 但你刚才说得对 是 什么 老婆常常叮嘱我 你剪掉了 剪掉了都不行 是不是会刺到他 这个场道应该不会刺的 我们很久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啊 没有什么啊 没有帮我剪掉了 哎呦 哎呦 我会刺到他 我会刺到他 我会刺到他